在体育会准备开始之前 台东大家长黄县长在百忙之中 专程赶到体育会 为身心障碍者加油打气 主持人说明今天参加的国中国小学校 这次比赛共有七项 其中还有铁人两下 听起来整个赛程就好像在比奥运 也提到今年已经完成特教案子 有更好的环境来学习 我要特别在这里感谢 这么多的投入特教工作的老师校长们 对于这些特教的孩子 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协助 操场上一个个披上红披肩 像极的小飞侠的小朋友 原来是在比独轮车项目 平衡感不输大人 想必他们可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 也许下一个奥运金牌国手 即将出现在台东 东台新闻 陈静雄 萧紫熙台东报导